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我是管某 诸说周知 如今的王主荣耀呢 不是在资源流 是在资源流的路上 这就让我想到了之前那一期资源流的视频 所以这期视频呢 咱们就来一个资源流2.0 超元打击流 那么阵容安排 打野孙侍 辅助莫子 边路哪吒 中单女娃外加射手小鲁班 咱们的想法呢 是哪吒跟孙侍开团 莫子负责不控制 还有干脑敌人 我和女娃呢 负责打伤害收割 哇真的 我们这个阵容除去不合理的因素 还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咱们还是老规矩 三连走出规外 咱们就用这个阵容去打排位 可能这个时候呢 久得观众朋友们想问了 说 关龙关龙 你为什么不玩后预要玩个鲁班呢 其实吧 后预的大招设定呢 它比鲁班的二技能设定要长 如果是玩后预的话 大招不能随便放 但是鲁班就不一样了 咱们可以一直释放二技能 来恶性对面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嘲讽效果 非常的耐思 其次嘛 就是我想体验一下鲁班的新皮肤 有一说一 鲁班这个皮肤的特效呢 我感觉非常的好 在观感这一方面 给我感觉伤害巨高 这一局呢 咱们最想的是白鲤 小心点 右走位 躲技能 漂亮右走眼墙 要离他 咱们亲密线 哎 怎么打歪了 这怎么鬼 咱们先后车走位一下 漂亮是躲技能了 看样子了 这个白鲤很强 哼 不错 配置我的对手 咱们呢 现在塔下猥琐亲密线 不要出去 对面的支援走了 咱们可以亲密线了 对面这白鲤的想要拒我 开玩笑 让你拒你拒不死 来 我再让你打枪 你能怎么样 好 回城吧 好 漂亮 一回到线上就发现 对面猎物虚发了 咱们这边呢 虽然开局被反映 对面白鲤打得还很准 但是没有关系 咱们这个阵容呢 越到后面就越强 咱们哪吒深测 四季的时候呢 就是个强势期 看咱们的哪吒直接开打 飞了过来 非常的帅气 咱们呢 就负责拦住对面的辅助 让哪吒好切C位 哪吒到了 咱们帮他补点输出 他们被他跑了 咱们直接闪线跟上去 漂亮 又空个技能 浪费我个闪线 有点亏了 这波虽然击杀了白鲤 但是哪吒也没了 完了 对面炸炸猫还来了 没救了 再见吧 这个世界 我要挣扎一下 没有关系 现在只是一点小离风 咱们还是能承受的 塔下有个白鲤守约 咱们注意一下他 咱们呢 先假装推塔 等他靠近过 咱们就直接打他 不要慌 放个刀 然后咱们接着扫 好 莫子和我同时释放二几天 咱们过去接个普攻 漂亮 差一点收下 咱们残血呢 让韩戏把门送回去吧 懒得点回城了 一点小离风而已 咱们复活过了 向上青鸣线 哇擦 有病是吧 你们来我下路打麻将啊 咱们现在呢 仅仅落后将近四千 如果想赢的话 咱们就得利用自容的特性 让老战跟孙侧进行抓单 创造出以多打扫的局面 咱们孙侧和莫子呢 去对对面辅助了 我呢 在下路清线 但是被对面理性给蹲了 不过没有关系 才先跑路 对面理性也叫闪啊 不要慌 咱们回头丢个一几人 咱们先不要急 清兵线就行 这理性呢 还在墨塔 咱们使用二几人消耗他 咱们队友那边呢 以暴发了团战 他们那一边呢 是四打三 咱们放心 理性已经残血 咱们可以上了 他进场了 咱们丢个一几天 强而补空直接收掉 对于我的一边呢 开样子也是成功的 打出了一划三 咱们这里呢 下路兵线来了 就不回去了 对面现在就是个手约 咱们先把兵线给禁掉 然后把这个塔给拔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对面手约突然来了 他过来直接握了我们枪 咱们先飙荒进个草双 刷出被动过后呢 扫他一桌子 这手约想贴我们脸 咱们二斤直接推开 什么叫做操作啊 什么叫做操作 这局面不就被搬回来了嘛 那么既然局面 已经被搬回来了 也事实会让对面 见识见识了 我们这种的恐怖之处了 这里对面的杀杂猫呢 这被我们孙侧一头给创死了 随后对面的韩信呢 也被对后给打至残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跟女娲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使用巨人超远 精灵收割 没有打中 不过没有关系 女娲大招漂亮 也没有打中 虽然这一波 我跟女娲没有打中韩信 但是对面韩信呢 已经被吓得个半时 咱们成功地打出了气势 虽然她的肉体还完整 但是她的内心已经千冲百孔 好了 这个韩信的肉体也没了 打出优势过后呢 咱们就来看龙 对面小名牵我 不要慌 扫太多的二线在 哎 女性 救驾 救驾 上线 哎 想杀我 哎 哎 差点把我其他 差一点 咱们回程过后呢 使用二线人打对面一炮 咱们女娲呢 也不敢输我 一个大招成功地击杀了白女 哎 什么叫做超远打鸡牛呀 看这里 咱们队友看上直接撞了过去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这边的哪吒还要坐船 可能这个哪吒还有恐高症 好了 闲话说 咱们赶紧资源 对面女性冲了出来 咱们直接打指名到江七带走 这一波打出了个二花二 有一追咱们这边呢 是亏的 看这里 咱们的女娲被切了 队友呢 队友救一救啊 女娲被击杀了 那咱们就击杀掉这个韩信 替女娲报仇 咱们的顺畅呢 直接开穿撞向的首约 于是我们墨子呢 就配合孙策成功的击杀的首约 还有个女资宝 咱们一说着 时间相机带走 这里孙策来了 各位好好看着 好 它开穿了 咱们直接上船 变成巡洋剑 这一波很帅 咱们呢边走边 喷个火给它加个素 咱们孙策呢 肯定会撞过去 咱们我们就使用一副直接喷火 还信怪了 不用话 咱们的墨子呢 成功使用我 它并补菜 它在用它的行动告诉我们 咱们连夜饭呢 一定要吃饱 在我们推水晶的时候呢 对面白你成功地打出了 猎无虚发 你师父呢 也清掉了冰线 咱们虽然推不了水晶 但是不能辅助 我们也来个猎无虚发 这里咱们撤退了 但是不要忘记 回头放个二技能 瞄准 发射又打中了 二技能好了 咱们再来一发 不出意外的 咱们又打中了 这一波啊 伤害不高 侮辱性极强 你以为这么就结束了吗 二技能好了多 诶 我们再来一发 虽然伤害它是不高 但是乌鸣系是真的强 那么好的 接下来最后一波团战 开始了 对面的辅助呢 直接暴露 视野跟我们队友打了起来 小兵被击杀 咱们孙手直接开船中了过去 李希呢 使用大刀蓄力 将其拦了下来 咱们呢 不用管那么多 站在原地 使用枪武功打就行了 李希一心地靠近 咱们使用二剑将其收掉 对面的首约呢 被哪吒 还有女娃大刀 直接给秒掉了 对面就是个大刀猫了 咱们期望迷线 直接一波 叫什么杀了MVP 那么好的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三连关注一下吧 三连总数规范 咱们排位见 拜托啦 让我骗点三连吧 那么我是高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